英明神武的港股,昨日在下一城 恒子一度升月18000點關 高見180011點 升686點 但由於升勢過速 而18000關又是一個阻力大位 所以恒子中在較多人回吐下逐步收窄升幅 收市報17619點 升294點 至第二個交易日上陽 兩日進帳共1538點 成交額激增 有2049億元 較上週五的1826億元多223億元 升市而成交增 能量足夠配合 充分顯示新資金有加強投入姿勢 強勢板塊為內房股及醫藥股 內地對內房整體產業有支持的政策聲明 大大鼓舞了這個備受壓力的行業 碧桂圓 02007 和碧桂圓服務 06098 分別降45.5%和26.7% 可用 既驚四座來形容 內房的一對 龍頭中海外 00688 和華潤置地 01109 亦分別降8.9%和11.8% 環有近日上落快過 升降機的玉輝00884 龍湖 00960 亦降9.6% 百分之16.4% 指示上述一堆升幅紀錄 就足以顯示內房股市如何的被一炒即起 一起即飆升了 醫藥股方面 國藥 01099 和黃醫藥 0013 中國中藥 00570 石藥 01093 中國生物製藥 01177 荔珠醫藥 01513 四環醫藥 00460等 升幅區在5%至13% 相當熱鬧 比較之下 科技股 內銀股就較為失息 四大天王曾衝了一陣 但美市建藥 美團 03690 收市跌1.9% 阿里巴巴 09988 僅升0.35% 教街的士京東 09618 曾高升9.9% 收市盈錄得4.3%的升幅 騰訊 00700 亦由1度升7%到收市只升0.85% 說明回吐壓力較大 估計者同行將公布第三季業績有關 炒家怕業績未扶預期會開到車 於是就先行獲利 以拆安全 大事演變到現階段 我相信18000關有阻力的估計不會是兇華 升得太多太急的炒股 小心一個掉頭又走回落的傷情路 這些炒股 還是不沾手為佳 從投資角度看 昨日未升甚至下跌的一些實力股 可以撈底 例如中銀香港 02388 昨日特備大戶推倒重挫5% 收市盈跌4.5% 報24.3元 我認為過分了 昨日本地銀行股就一隻中銀要大跌 恆生000011 則升5% 所為何來 中銀香港今年最低為23.2元 現價24.3元 指高1元 幅度4% 二行指由低點計升了3400點 升幅23% 中銀何期落後而遠遠掉腿災 估計昨日是有大戶 洗倉亂拋一通而移 這隻優質股 可考慮見低吸納